零售核心设施建设及研发投入加大 美团Q3亏损同比扩大至55亿元 北京时间11月26日 美团发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截至三季度末 美团平台交易用户数达6.7亿 通过提供满足用户多场景消费需求 推出了多项促销活动 并且为商家引入更多在线营销解决方案 拉动了美团用户消费频次显著提升 截至本季度末的过去12个月 美团用户年均交易比数达34.4比 同比增长29% 同时季度研发支出同比增加 约60%至47亿元 加上在零售业务冷链物流等核心设施的大力投入 本季度去除反垄断罚款金额后的调整净亏损 同比扩大为55亿元 本季度美团通过满足夏季夜间消费需求 催生出新的夜经济形态 联合深圳 汕头等15个城市的优质夜宵商家 推出优质夜宵外卖活动 同时 还与奶茶品牌合作 推出季节性促销活动 这些运营策略 使得美团的平台交易用户和平均订单频率 均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 更多商家通过使用美团的定制化服务 成功应报数字化 并取得了营收增长 美团推出的外卖管家服务 手机就投入了1.5亿专项补贴 目前已有34个试点城市的超1万家商家 享受到如门店装修 市场营销 活动组织 运营分析等服务 门店外卖交易额平均提升超过50%